哈喽大家好我是小张 我实在呢对小九月他们这娘家人呀无语了 他妈妈妈中风了 然后呢是吧现在身体一直是不怎么好的 行动呢也不变 然后的话呢就说窝冰在船嘛 他们娘家人呢是吧 不管不顾的 然后呢今天就说啊 他哥哥呢也打了电话了 打到我这里了没有打给小九月 说呢啊需要钱 我说你需要钱这个事情是吧 你肯定是你们一家人啊想想办法 你们商量一下 该怎么样就怎么样是吧 如果说自己有的话呢那大家都拿一点出来 对不对 如果说实在没有的话呢那就找亲戚朋友借一点 周转一下是吧 这个东西呢是大事情 不是说啊就是说 是建房子或者说买房买车 你这个东西是吧可买可不买 可见可不见 反正呢有地方住就行了 这个啊不舒服了 身体呢是吧出问题了 那你肯定就说需要是吧 尽快的治啊 打电话过来啊 说拿不出钱 让我呢想想办法 小九月呢是吧 就说啊 他他出不了多少 或是他要要让我出 还有的话呢就让我是吧 开车直接把他妈妈接过来 然后呢来我们这边照顾 住在我们家 然后呢是吧 在我们这边这个医院 呃看病 然后呢让我就说给他出这个医药费 我说这个东西我怎么出呢 意思说是吧 你们娘家人就说什么事情都不管 养到你们两兄妹 你们两兄妹一点本事一点能力都没有 你身上是吧 有二十万的钱 你也不舍得拿出来 给给你妈妈就说是吧 出点这个医药费 你哥哥也是一样的 房子也有了 那为什么不是不能那个房子去抵押贷款 要那给妈妈看病呢 这个东西是很正常的事情呀 如果说我遇到这种事情 我第一时间是吧 我肯定不会想着就说 呃让别人来帮助 你要自己把这个事情是吧 给解决了 还提出更加啊无理的要求 就是说问我借点钱 我说这个东西呢 你说借多少呢 他都最少五万起步 我说五万起步的话呢 说实话 这个东西你现在教我借 我肯定是借不了 因为的话呢 我跟小姐是吧 是离婚了的 你们娘家的事情说实话 呃 对于我呢 是啊 就说没什么关系嘛 对吧 我如果说帮助的话呢 那也是出于就说是吧 我的同情心泛滥了 如果说我不帮助的话 那这个东西我也说的过去呀 毕竟对吧 这种东西 我又是吧 不可能说啊 什么事情都帮助你那边 再说呢 你们啊 你娘家难道 连连这点钱都不知道自己想要办法吧 一家借个五千块钱 是吧 十家也五万块钱了呀 先把这个东西给应付过去嘛 还还非要说是吧 让我去开车去接 然后的话呢 来我们这边看病 让我来是吧 把这个费用全部报销了 我说我借不出 借不出呢 小九月就就就就逼我 把这个房子卖了 说呢 你把这个房子抵押了也好 你把这个房子卖掉了也好 反正呢 你一定要给我 我妈妈就说是吧 看病 卖房啊 去救他妈妈 救我那个前丈母娘 这一听我就觉得更离谱了 我们家的房子 是吧 你哥哥的房子啊 不肯卖 说什么呢 是吧 说他嫂子不答应 说他嫂子呢 会和他哥哥吵架 然后呢 不肯卖这个房子 我就 我就纳闷了 是吧 这个东西到底是你家的 实在是我家的事情啊 你爸妈是吧 身体不舒服了 什么 你妈妈身体不舒服了 中风了 是吧 现在呢 握病在传什么的 需要看病 需要干嘛的 你你哥哥不出啊 房子也不肯卖 是吧 那那那讲讲难听点 那是吧 那你们两兄妹来干嘛呢 呃 吃白饭的 现在老了 是吧 身体有点问题了 这个这个东西都 搞不定吗 还需要我一个就说 是吧 离了婚的 前女婿 来来负责这个东西 那以后是不是啊 你爸爸我也要负责 你哥哥他们我也要负责 我全部我都得负责完去了 你们家是给了我什么好处 还是说 是吧 我欠了你们家的 然后的话呢 我非非搬不可 我不搬住的话呢 是吧 我就成了罪人了 我不搬住的话呢 这个东西呢 是吧 就是我的不是了 我没有那么伟大 说实话 这个东西我也说过了 你让我卖房 绝对不可能 我只能说是吧 你差个一万八斤的 我可以就说 看在我儿子的分散 毕竟是儿子的外婆什么的 我可以就说搬搬搬 其他事情呢 一切免谈 还想惦记着我这个房子 还想让我把房子卖了 或者抵押了 怎么可能吗 你换团是吧 任何一家 任何一个人家 都不可能 对不对 对不对